台湾羽球球后戴姿影戴商征战日本羽球公开赛 但又因商退赛 小戴在IG线动写下 谢谢大家的关心没办法上场比赛了 依然很开心和珍惜能在场上跑动的每一刻 事实上小戴戴商参赛的原因是碍于国际羽联规定 根据世界羽联规定单打世界排名前15 装打世界排名前10的球员 不能缺席超级750等级上的赛事 否则将会处16万台币的罚金 戴姿影目前女单世界排名第4只能戴上出征 可能有一点吧受伤 然后还要没有办法比赛还要被罚钱 我觉得这有点太八股了一点 也许他可能希望比赛比较精彩一点 对可是运动员本身还是比较重要 球迷为小戴抱不平 但这规定也限制台湾多名选手 包含一哥周天成世界排名第10 左手中炮林俊逸世界排名第15 世界排名第9的黄金男双林洋配也受影响 运动员他们比赛多少都会有一些特殊状况 那万一真的在评估之后 如果说这个伤对他来讲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规定就比较有伤却的可能 不少球迷炸锅认为惩罚适度 害带自引伤势加剧 规定是否合理也再度引发讨论 TVBS新闻 林亚南无庭台北采访报道